旁邊導演初步的這個分享 那我想說我們先開放給我們 所有朋友我們可能也許可以先進行一到兩個討論這樣子 那是不是說可以大家 不管是問題或者是說你有一些你自己獨特的個人想法也好 都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這邊 還有 再兩位 這邊一位 還有誰有問題或有什麼 所以有對於這個青年返鄉的公共參與裡面自己的想法 好 那是請問就要請 謝謝兩位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我幾乎都會跟議員立委最基層的那個里長打交道 那因為今天的議題是青年返鄉 所以我想跟各位青年朋友去分享幾個我的經驗 還有幾個目前迫切需要改善的地方 第一個是我們的資訊不夠公開化 大家都知道那個立法院他們質詢的時候其實你就是可以透過上網去聽 但是我們的議會並沒有這個系統 那比方說台中市有一個議會 他一個議會的會期他能夠質詢市長的時間其實很短 只有15分鐘到30分鐘 那台中市有的議員 選出來的議員他利用那個時間是交各區住的首長去做瑜伽 來跟著我做 所以像這個你們就看不見 那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直接講名字沒關係 OK 跟你們的啦 然後另外 叫你啊 我一直要忘了看給你跳 然後另外我倒是真的忘了他的名字啦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台中市議會的那一棟大樓 那貪污的那個是一個台中市議會的秘書長 他已經被抓去關了 你知道嗎 但是他的太太還當選了烏克的那個議員 那可見的就是說 等於這件事情幾乎在烏克地區知道的人是不多的 所以像這種 我其實一直很想要做一個臉書 大家都知道我台中市聯盟的臉書經營的很好 其實我真的很想做這件事 但是我一個人真的是做不來了 那我其實我很容易去聽到這種八卦啊 也容易去聽到這樣的事情 比方說有一些那個立委啊 他們拿了誰的錢啊怎麼樣之類的 那其實那些東西我都想要給他寫出來 而且我願意付那個 我講的話我都願意負責任 那這一次比方說選後 民建黨甚至還有一個議員跑去找另外一個議員 因為這是另外一個議員告訴我 他說那個議員要去跟他買一個叫工程建議款的東西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是工程建議款 台中市政府給每一個議員一年兩千萬的額度 四年下來就是八千萬 那這八千萬就是議員他可以去建議 在他的選區當中去做工程 然後做了這工程呢 就是另外一個議員去跟他買這個cota 比方說你是議員你就有八千萬 你也有八千萬 我去跟你買cota 我退你二十他的佣金 像這個事情是那個議員親口告訴我的 你知道嗎 然後呢還有一些立委你可能也根本不知道你選的那個立委 他到底是不是貪污 你知道嗎 或者他在議會在立法院裡面他的表現是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 比方說台中市的那個楊秋英啊 盧秀燕啊 然後蔡景龍啊 江啟臣啊 他們是在很多關鍵議題的時候包括服貌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舉手是舉誰 舉哪一邊 舉那些贊成的那一邊 舉出賣掉我們的那一邊 我覺得這些事情大家都難道 我覺得很多人真的都不清楚對政治是非常的陌生 甚至對於贊求他是怎麼樣去運作 他是非常非常陌生 那因為由於我長年在抗戰 那我就很清楚他到底打開在想什麼 那我就想說欸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要去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然後剛剛那個阿斌會講到那個選舉的那個部分就是那個握手 那他們其實現在已經進展到一個程度 比方說選舉我就知道你之前就買了一道電腦系統 那道電腦系統就是批印進去所有人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就是 比方說我是議員我現在要出來選好了 那我給你握握手 你知道你的電話幾號我就把那個給你存起來 然後加入他們自己本身LINE的群組當中 然後跟他們的群組你知道啊 有的我真的還很不好意思講 每天通通都在給我潑那個黃色笑話 潑到我真的很怒你知道嗎 然後跟他講說哪邊的馬路要修的話 他們就是跟我哼哼哼哼哼 然後你會發現台中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你跟他講哪邊的馬路要修 他不會理你哪邊的樹埔植他不會理你 這是在胡志強的年代啊 那現在是灌了人 我現在還在test他的一個階段 因為現在最近台中市政府推出了一個叫台中好好行的 App 好 那個好好行是什麼呢 因為根據統計每一年 你騎機場的年輕人 漏心在路因為那個頭腳的坑洞 馬路上面的那些坑洞洞洞 那一年要死掉128個 這個是一個統計數據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看到哪邊的路不平 直接拍的照片然後下載App傳播去給他們 他們就要去給你處理 因為他本來就有這個預算 那我就覺得好像奇怪你連馬路都撲不好 撲不平連樹都撿不好 你還跟我講說你多會執政 那那我是不相信的啦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問題 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心態 因為你每次看到議員看到立委看到理長 然後你覺得他們很大 然後你就不敢跟他去那個了 你知道嗎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本身心態的問題 我怕會保證給他們回頭回頭而已 再去跟他罵 你知道嗎 就一直就是反正就是噓他們就對了 今天有一部電影叫什麼 漢娜二來拍的那個叫邪惡的停留對不對 我建議大家年輕人一定要去看那一個片子 他是在告訴你 其實他們的屁股 他們為什麼會有那個power 那個叫黑道為什麼有那個power 那個是你怕他 真的是你怕他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啦 我以前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真的不曉得他幹過那麼可惡的事 他直接拿槍去壓人家 你知道嗎 去殺死人 那因為他是做那個保全業的那個老闆就對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幹了那麼可惡的事 有一天他死在街頭 是在漢火路滿牛肉麵 半一隻臉中被槍殺 彈彈彈 他彈彈彈的時候 我心裡還是滿難過的 畢竟他是我的朋友 他的太太還在那個時候還在懷孕 那他是黑道 難道他不怕被殺嗎 每一個人都怕 所以他們真的沒有比較特別 這個是我們自己本身心態要去調整就對了 那我其實是很希望說 你們有年輕人願意去關心這一個事情 就是說從制度面 我其實可以講的東西還是滿多的 就是說從制度面去改善 還有就是說 現在他們也利用一些新的科技 那些科技就是說 我怎麼樣去登記你的電話號碼 連線去你的嗜好 那甚至就是說 他們在買票的部分 現在在南投在張謊買票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他們買票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你們大概會有人會覺得很奇怪 你好像從來沒有收過買票的錢 對不對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的媽媽 你的爸爸可能比較少去沒有口做 你如果比較吃貼那麼多 你知道嗎 你一定會收到買票的錢 而且他們有一個制度非常的厲害 我一直在想 想不透說他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就是說 以前我們家有收過買票的錢 可是因為我不投給那個買我票的人 你知道甚至不去投票 那下一次我們家都收不到錢了 我曾經一個選舉的季節 我媽媽拿了七千塊給我 她跟我講說 這是日本帥氣拿給我 包就對了 然後我就滿生氣的 但是以前那幾十年前的事情 然後二十年前的事情 然後大家就說 那拿到那個錢你知道嗎 他們就去投了 人家可能就會去投 那那個時候也不曉得這個事情有這麼嚴重 你知道嗎 那他們有一個機制 那個機制是 比方說這個選區 比方說要選里長要買票 這個選區有一千票 我就買七百票 我不用一千票通通都買 你懂我意思嗎 而且他會去看 這給他們家的人的家庭貨店是什麼 他手裡面全部都有那個資料 所以這個是在 他們也把選舉當成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東西 再去處理 所以如果以後你們有興趣要選舉的話 這其實是應該還要再開一堂這樣 再開一個這種訓練課程 那因為阿斌他其實有幫過那個民進黨 拍過那些什麼騙子 做一些註證的事情 所以他對選舉的操作是還滿熟悉的這樣子 那我最後只是想要跟大家去分享 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我就是說你覺得 大部分的人知道我是氣到敗死 你知道嗎 他覺得自己覺得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覺得說 喔我們幹 你知道嗎 就好像大家會問說 我們現在要選一個班長 志願舉手的人真的都沒有 如果像我剛才剛才三十年的車 我又沒有看過 老師我自己要做班長的 我以前就是這樣 真的喔 我跟你一樣班長喔 但是就是說我覺得說 以前我們看國書他講說 我們要有捨我其誰的勇氣 跟大詐欣當如是也的那一種 那種癢 那種擔當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社會經濟政治後很多地方其實都需要一個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我心裡面每天都 我那年紀這麼大了你知道嗎 我心裡面每天都好急好急好急 急到都有焦慮一陣 但是呢我還要去安慰別人 比方說我前天跟那個吳盛打電話 你知道嗎 我前天在台北訪問了兩個年輕人 你知道嗎 我還要趕快打電話給吳盛講說 現在年輕人都不錯喔 像我今天回家 腳踏有名字一定會說 我那阿兵去演講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在這裡都安慰他 那老人家都會得焦慮症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今天是希望各位年輕的朋友來安慰我一下 這樣我沒有得焦慮症 那我也願意把我這個所學到的東西跟知道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你以為他要講的東西就來 他就這樣指定的書頁 然後就叫做靠北議員這樣就好了 找到那個議員的任何的八卦都可以上去 去靠北議員這樣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好 來 那我是換當心的俊成 那桃園在今年的3月9號開始 就他的縣營會的那個開議的過程 他有用線上直播 那就這個方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式去進行之後 那個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議員都非常去拼命的去質詢 然後反而是國民黨的議員贊成去刪除那個議員的建議狂 那我想問導演就是對彰化的議會的政治生態的觀察 彰化可以怎麼去推那個議會透明化的這個過程 然後去年3月8日運動之後有蠻多打著太陽化學院7號出來參選的候選人 可是最後真正有上的候選人其實並沒有很多 而且有蠻多的候選人就是他在網路上的名氣是比較強亮的 但是後來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票數其實是沒有大家預想中的期待那樣 那如果我們去看譬如說像宜蘭的薛承鈺然後桃園中立的王浩宇 你看這些友善的年輕人或候選人 他們的選舉方式跟友善的有什麼差別 那他們的群舉體驗是不是可以被複製到家裡了 那個其實你問的問題跟剛剛英九有講的 就是有幾個問 我就是很想補充的 其實台北市在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就把議員的工程配合款刪掉 那個時候議員有沒有反彈 議員有反彈 但是台北市理智支持的 所以台北市已經從陳水扁當市長到現在已經經過了十幾年 每個議員都沒有工程配合款啊 但議員還是一樣可以繼續選舉啊 你知道嗎 而且我遇到幾個民進黨的議員 他們從有工程配合款到沒有工程配合款經歷了這一段時間 他們告訴我說 我告訴我說沒有工程配合款我比較好做事 因為你有工程配合款底下的樁腳都知道你有八百萬一千萬三千萬都會來跟你要 要他都去做一些 比如說這邊的AC路面 我們常會發現 AC路面為什麼碰 這個鋪到這邊 然後就筆直的斷掉了 後面就沒有再鋪了 因為這一塊是我這個議員的工程配合款 過去那一塊是別人的 但台北市把這個工程 把議員的工程配合款取消掉了以後呢 他就讓整個市政府可以比較統籌性的運用 那議員只是建議 建議 建議工程 或者建議應該要 哪邊應該要執行的部分 那我覺得工程配合款是一個很糟糕的制度 他之所以會有這一套制度 就是因為國民黨當初在執政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工程配合款是以前的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議會的那個議員的工程配合款 那我剛剛有講到就是那種黨國的NP主義 就什麼叫NP主義呢 就是我是黨 你是黨的議員 所以呢 我把人民的納稅錢全部都握在手上 然後呢 以工程配合款的名義給你 所以你在議會 剛討論到這個何事是否續建的時候 即使你心中有千百個不願意 你的這個選民給你的壓力 有千百個不願意 你還是得按下那個同意 而是要續建的這個鈕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工程配合款被人家掐在手上 如果你不配合黨的政策的話 那就把你的工程配合款給收回來 所以工程配合款就變成了那個 蘿蔔跟棍子 他是給議員的蘿蔔 另外一個棍子叫做什麼 叫做黨紀處分 所以他會透過這樣的部分來要挾議員 所以議員在不管是議員也好 民意代表 在議會裡面他代表的其實他不叫民意代表 他就變成了黨議代表 那就變成了一黨領國 所以整個地方政治也好 或者是黨國的那個黑金體制也好 就透過了 透過了預算的私會 透過了恩惠的給予 建議起這樣的一套制度起來 所以議員總會在選舉之前是拜託拜託拜託這樣子 但是在選後以後他就不管你了 因為選後他要回歸到黨議裡面來 那有沒有可能其他的議會也要求他們把工程配合款取消掉 有可能啦 經過台北市經過桃園市我們看議員沒有工程配合款 不也是好好的運作下去嗎 市政府不也好好的運作下去嗎 甚至還運作得更加的順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程配合款是 民意代表的掐在脖子上的那個鎖鏈 因為我們其實是為了他們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求這個市政府要求市議會 把工程配合款給取消掉 每個人回去自己的家鄉 自己的部落裡面 大家透過現代科技 透過所有的方法去要求 比如說彰化 我們就要求彰化憲議會 當然彰化憲議會應該做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說工程配合款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有一些人共同發起 然後請議員來嚴署 然後隨時告訴大家 同意工程配合款取消的有誰 不同意工程配合款取消的有誰 他的工程配合款一年拿了多少 他的工程配合款都發包給哪些廠商 這些廠商都做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就需要專業 需要組織 需要串聯 需要一個平台 所以Angela像你這樣的 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 就是貢獻我們的 這個我就多拍幾支廣告 然後去這個你們需要有專業的人 但我剛剛講的 返鄉的經濟基礎很重要 你不能說返鄉然後年輕人去貢獻熱情 然後這個一個月零八千塊這樣子 我們回去做的是一件專業的事情 什麼叫專業的事情 我就是去研究啊 我把議員的工程配合款藏在哪裡 我自己透過這個議員或者透過課程 我們來學怎麼看預算書 預算報告 我們來學他預算全部都是怎麼廠 什麼叫第一預備金 什麼叫第二預備金 他怎麼藏的 什麼叫災愛準備金 這些錢 把這些工程配合款給揪出來 然後就來要求或者定時的上網公告 上網公告 某某議員 那或許我們不是那麼清楚 或者不知從何開始做起 我覺得很簡單啊 你家附近最近明明這個馬路好好的 為什麼又開始在挖呢 你就開始去問里長 里長一定會知道 因為那個是恩惠主義底下 一關一關慢慢的share下去的 拿到最基層的時候大概就是都有share 所以我覺得工程配合款 他的背後有一個有一個那個那個因果關係 那個因果關係叫做什麼 誰在編預算 預算是誰在編 為什麼編這一筆預算 為什麼每年都要編這個 編這個這個跨年演唱會 每一年都要編三千萬的跨年演唱會 我們反對編這個部分 但是呢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或者民進黨執政 他們認為的年輕的選票 就是在五月天 就是在這個張惠妹 就是在放煙火 所以呢我煙火越放越多 年輕人來參與的越來越多 就會得到這個年輕的選票 但是事實的證明並沒有 所以我覺得年輕的力量也要在這個時候 發揮整個組織 還有整個 運用現代科技的這個技術 串連起來 要求參與式的預算 什麼叫參與式的預算 這個科P在他談這個科P信證的時候 裡面曾經有提到 他把預算share部分公開透明 然後讓這個里民 或者這一區的 比如說像是信譯區或者內容區的 這個居民透過里長 或者透過網路 把他的這個預算構想放上去 然後透過網路投票 如果這個網路投票到達了百分之多少 以後他就放入到預算的編列裡面 這叫參與式的預算 那我覺得 這個都可以推啊 像這樣的東西都可以推 就是說我覺得 我們要參與公共事務的前提 就是要先了解政府在做什麼 政府在做什麼 就要先了解政府有哪些機關 這些機關的預算在哪裡 這些預算是怎麼編出來的 這些預算是誰來編的 為什麼這樣子編的 我們得要去了解政府的整個國家的結構 體制 最重要的是錢 台灣的整個數在 我記得來的時候看了一下 整個 整個 台灣實際國債數高達21兆1370億 目前平均每能背負91.9萬的國家債務 我們身上都背了將近100萬的債務 那你會覺得你有100萬的債務嗎 沒有 你不會覺得你有100萬的債務 為什麼你不會覺得 透過貨幣別值跟通貨膨脹 把這個債務給抵交掉 所以我說這個是世代不正義的問題 就是很簡單 我們那個時候的基本工資是3萬8 現在的年輕人的基本工資是2萬2 然後國民黨今天給你提個案子說 給你再多增加2千塊 大家高興的要死 變成2萬4這樣子 接下來基本工資很有可能 就維持在2萬4連續維持個5年10年 基本工資沒有調整 但是消費額提高 透過這樣子把國家的呆帳 把呆帳給打消掉 所以我們幾乎每個縣市政府都是負債累累 現在負債最多的是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這個 這又是另外一套的 這個 這個 什麼科學園區沒有來 帥過頭來了 這樣子 拆掉張藥房 這個都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但是你覺得 你覺得他可惡嗎 你不會覺得他可惡 為什麼 就好像剛剛你講的那個陳建卡 就是我就直接點出他的名字 台中市議會的這個 他叫什麼秘書長嗎 秘書長陳建凱 陳建凱的這個 在市議會蓋議會的過程裡面 涉及到偷工減料 以至於這個議會工程到目前還沒有辦法完成 驗收的程序 這裡面涉及到違法 但是他的老婆在烏日一樣可以高票當選 你說烏日的人不知道嗎 我反而不認為 我認為烏日的人知道 但是他們認為 這個事情 跟我投票支持他沒有關係 因為我上一次 上面這個 我們大家出山 他有來啊 上面我三個 三個兒帶來媳婦 他有來啊 還有送花褲 還有保白包 我上面叫他 那個交通違規 請他幫我處理 他有幫我處理掉了啊 對啊 啊我兒子 CK 穿摩托車沒有戴安全帽 我都補他的贏 這載就沒幫他 沒幫我開房子 對啊 所以這個議員 給我親近看的 沒分的好下山 對 但是我們 我們的 的認知就變成 這種小恩小惠 甚至是小奸小惡 甚至是這種小奸小惡的事情 我在立法院當王拓助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很清楚的 表明了 就是說我們不處理地方事務的 這些請脫 特別是派出所來 常常我們晚上會接到電話派出所 就是家長 他兒子大概拉K啦 吸安非他命啦 酒駕啦 幹什麼的 等等之類的 被帶到派出所 那個時候呢 每個人就開始打電話啦 找議員啦 找立委啦 找部長 找署長 找警察局長 為什麼找這些人 就可以把違法的事情 就cancer掉呢 這時候我們 我覺得 現在科技的發達有個好處 其實台北市現在都不敢找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這個 一個很好的議員 跟我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 喝了一點小酒 然後兩個人騎摩托車這樣子 結果我就被警察攔下來 攔下來以後呢 我們就乖乖的 把身份證給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安安靜靜的 開了拔袋 開了拔袋 我們就走 為什麼安安靜靜 我們透過圖水安靜 因為我知道 現在警察都會有一個 隨身的那個錄影 如果你告訴他說 我是某某議員啦 我是某某立委 怎樣怎樣 他警察 他在穿制服的時候是警察 但他很有可能也跟我們一樣 是具有公民意識的年輕人 他回去以後 他就用他的這個 網路上面的這個名字 把這一段給偷出去了 然後這個 伊電視啊 蘋果日報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再沒有呢 PTT鄉民也可以 大家也互相轉戰 我覺得這個就是發揮鄉民的正義 然後運用現代的科技 至於那個議會的公開化透明化 其實就是一個透明政策 沒有那麼的困難 但是他總會給你一套很複雜的說法 他總會給你一套很宛如 好像很民主式很複雜的 舉例來說像沾南產業園區 他說這個我目前都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我就告訴吳老師說 他申請公文展明就是改變 怎麼叫做沒有改變 他就是用一套專業公務人員 專業的術語去謀逼 所以我們要跟 我們要參與政府機制的運作 不管是在公務單位 去瞭解公務人員在做什麼 或者在民意機關 在議會 在立法院要去了解民意代表做什麼 之前我們要把自己的武器準備好 準備好是什麼呢 我要看得懂你的預算書 我要看得懂你的施政報告 我要看得懂你的工程計畫書 我甚至都要看得懂你的工程結案 你如何招標如何結標的 我甚至都要去了解 你的這個審議委員 你的這些審議委員是如何處理的 每個審議委員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要參與 公共參與 必須要準備的事情 而不是回返鄉 我們要公平正義 我們要參與要透明 要公平正義 我就很明白的 很直接明白了當的 告訴你 你的哪一筆預算 編列不合理 哪一筆預算長期 來被如何使用 那是不對的 我直接講到讓你沒有畫腳 那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準備 要去累積的實力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要運用我們現代的科技 運用現代的科技 我昨天才跟台大社會系的幾個同學在聊二 我說在318學運之前 我自己都以為要現場轉播 要得要拉這個工程車 得要拉這個線拉什麼的 那個叫專業的物資跟專業的霸權 因為以前我在這個領域 所以我大概知道要做現場轉播 要如何的架機器拉什麼線幹什麼 結果去年那個318運動的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 兩雙拖鞋加上一個平板電腦 立刻就可以做全球的國際轉播了 我說科技的運 科技的變化非常快 但年輕人要運用科技 就好像LINE的群組一樣 我也常常收到LINE群組 傳來一些無聊的笑話圖片幹什麼 但我就直接把他 把他這個傳媒去告訴他 這個我不屬於你們的這個部分 然後直接退出刪除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科技 去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也有很多人 運用現代科技在做無聊的事情 那包括說現在的一些 新任的這些縣市首長 或者這個議員 他們也知道網軍 他們也講說要養網軍 居然講說要養網軍這樣子 網軍在哪裡 需要花多少錢這樣子 他們完全跟這個完全都脫離了 但是知道有現代科技在那邊 我覺得我們的優勢在哪 我們的優勢就在於 掌握這個 現代科技手機 APP PTT 掌握所有的這些發言管道 然後去講 把我剛剛所說的這些 這些專業的研究 透過這些管道送出去 另外有一個就是 專業的研究完了以後 其實我到現在一直在學習的 就是 很多東西很專業 但是我講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講得很素餘 一定要講很簡單的 把人家看得到 像我在拍廣告 或者我在做文宣 我都會想 這個比如說像當初 這個 我們在攻擊林昌明的時候 就覺得林昌明很可惡啊 他又支持這個核市場啊 然後他又 在立法院又做了很多 這個 很封建保守的事情 在地方上也搞了很多事情 那那時候我就想出一個 Slogan叫做 現在就亂搞 以後還得了 那現在亂搞什麼 就把他現在亂搞的事情 給弄出來 就是說 你必須要學會如何去宣傳 你要講的事情 下標 抓標語出來 然後這個標語 最好是朗朗上頭 到最後我們打的最後 那個叫 這不是藍綠的對決 這是黑與白的選擇 我沒有講誰是黑道 我沒有講誰是白的 但我們就講 這不是藍綠的對決 這是黑與白的選擇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最後再 因為其實有 超過時間 但是我們如果 現場的朋友 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再一位好不好 還是 非得獎 不可有沒有 非得獎 其實我覺得 這個新的政治經濟應該或地方政治應該要走得怎麼樣 有嗎 其實我有一個滿好奇的就是 剛剛好像沒有特別描述到就是那個薪水如果八千塊的話就是為什麼我不能做的這一點 其實像比如說 我好像 就是我有聽一些朋友說 像比如他們做一些社會企業之類的東西 那他們其實他們 有可能他們才能也都很高 他們其實可以領的薪水如果他們出去外面做我可能可以很多 可是有時候他們是 有點像是燃燒自己吧 就是 這樣子 然後有可能他們所得就沒有很多 那我不知道就是 就是 你們對這樣的看法是怎麼樣 生活需求的那個沒有那麼高就對了 OK 這個部分其實我不是從生活需求的部分來講 只是從做為一個基礎勞工的勞動保障權益來講 這個就好像那個血和消防員一樣 對工作的熱情那個是基本的 做喜歡做的工作那個是基本的 但是 我們要去了解整個制度面 就是說 你這家公司是賺錢的 但是你告訴年輕人說 我給你八千塊 因為我們都是為了台灣的打拼 大家都是為台灣的打拼 所以你知道我們民進都比較沒錢 所以我們就領得比較少 但是呢 我們會比較認真 所以別人下班為了台灣 我們來繼續拼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因為當如果你內部 內部形成內部的剝削的話 那更何況我們對外去談理念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問題其實是 我很幸運我在1995年的時候 在立法院當王拓的助理 立法院其實它都有編喔 每個助理一個月領多少 在立法院的那個薪資條裡面 都編得很清楚 我們那個時候一個月的薪水是 四萬三四萬四左右 那個是立法院編的 但是所有民進黨的助理 平均大概都領兩萬多塊 只有我們 只有我們辦公室領四萬多塊 那為什麼平均領兩萬多塊 因為它編四萬多塊 但是我如果你領兩萬多塊 我就可以多請幾個人 我多請幾個人 以後就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事實上那個時候也非常的辛苦 大家也就多做了一些事情 那樣子 但它會影響一個事情是什麼 就是你的問證不進步 你就沒辦法進步了 因為相對 出得起香蕭的就只能養猴子 這句話是什麼 大概是這個意思 勞動的年輕人的這個勞動的素質 要提高的前提 是企業所賺的錢 不管是政治團體也好 企業團體也好 企業所賺的錢必須要feedback 回歸到員工的這個福利跟薪資上面 但是我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的勞動市場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人力派遣 就是正式很多都不是正式員工 包括政府機關裡面都靠派遣公司 你想要看公務員底下很多約聘戶 約聘戶底下還有派遣公司 真正在寫公文的 真正在做這些事情的 很多都是這些約聘戶 或者是派遣公司派來的 所以未來大家很有可能 都會成為派遣公司的議員 低薪化過勞化 然後能力派遣化 失去了勞動條件的保障 那我覺得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都要在我的認知只有階級的問題 沒有這個政黨沒有統領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我也想要有點回應 因為你剛剛提到這個有關於 這個社企業這方面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回到我們 剛剛一開始最一開始我講的 有關於說我們對於地方政治的想法 就是今年如果要返鄉參與 那返鄉參與的方式 它公共參與其中一種就是經濟的參與模式 我覺得社會企業大概是其中一種模式 那這個社會企業它其實也可以改變到整個 它其實很有很大的可能性 可以去伴轉到地方的政治 我怎麼講我舉例來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人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現在可能聚集了30個人左右 可是我們每個禮拜五在這邊有不同的議題 那你可能就是來到這個聚點 可是因為你來到這個聚點 你還會來到這個從來你未曾來過 或是你以前就不曾熟悉的這附近的社區 而你發現了其中一些有趣的點 可能是因為也有一些青年他返鄉回到這裡創業 所以這些點其實我們正在串聯起來變成一個面 那這些形成的一個聚落 其實它正在慢慢的改變這個社區的氛圍 這個社區的氛圍帶動了可能我們這裡有30幾個人 60幾個人 90幾個人的想法正在改變 也就是說這個想法改變 因為我說它就是一種公民社會的深化 它會改變 可是這種改變你是不知不覺當中在做改變 因為你是正在做一些思考的事情 然後思考這個社會 思考這個國家 思考這個地方的政治應該要怎麼改變 那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事 所以你就會漸漸變成說 跟傳統的那個地方政治 我可以量虛的啦 那個錫鐵一定要發給這個政治人物 你就不會做了嘛對不對 不知道 我覺得現場的人應該就不會做了啦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們正在改變這個一些很不一樣的事情 你是透過這種氛圍的在改變 那這些東西是從這個社區而來的 那我就覺得說 它就會形成一種新的 我剛剛一開始講 我們要形成一種新的地方政治 新的地方派系 也就是我們就是地方派系 而我們這個地方派系正在擴大的時候 它就會把那種舊的傳統的 不好的地方派系 給逐漸的弱化掉 我不敢說完全的瓦解 可是它會變弱化掉 也就是說 我們才是變成主流的地方派系的時候 那這個台灣的整個政治 不管從地方的政治到整 全國的中央的政治 它都會有比較好的改變 那這是我想說 我最後做了一些小結論啦 一些簡單的看法這樣子 那 那 時間很晚了 那我剛剛聽 就是 各位朋友願意坐在這邊 那今天講得有點語無倫次 我突然想到 我前幾天在整理書櫃的時候 看到了 我年輕時候讀的一本小說 那個唐吉柯德傳 那個時候看不大 不過唐吉柯德傳 柯德傳很簡單 就是一個 我們認為它一個瘋掉的武士 去跟一個風車戰鬥這樣子 唐吉柯德傳裡面的第三章裡面 講了一句話 我那一天翻倒 我那一句話就突然之間 我那一句話 我的眼淚掉了下來 我終於懂 為什麼 我會如此的急迫 我終於懂 為什麼 我會如此的想要 告訴年輕的朋友們 回來 大家要互相團結 就好像 旁吉柯德的心情 他在裡面想說 我的豐功偉基 將交注於青銅之上 寧科於大理石之上 眷於木板之上 等到這些豐功偉基流傳於世間 被人們所認同之 幸福之世紀 一即將到來 我覺得這個我 表面上代表的是唐吉柯德 事實上今天坐在這邊的 每一位年輕的朋友 未來即將參與政治的行列的 面對各種艱苦挑戰的朋友們 大家就像唐吉柯德 要去面對那個豐車的挑戰一樣 我們會挫折 我們會失敗 我們會被別人所恥教 但是 當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 被後人所認同的時候 幸福之世紀 已即將到來 後來不會記得我們的名字是誰 因為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我們創造了一個時代 我們扭轉了一個時代的價值 那個才是今天我們在這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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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幫他提到一本書 我想要講一本書 我去年 大概年初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 那個半雲 就是那個 他最近 要選那個 大安區的 立文 那半雲就跟我聊到說 他就說 欸你 因為他 他知道我對社區的工作很有興趣 他說 欸你去看一下那個歐巴馬自傳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 他說那個歐巴馬齁 那個自傳 其實也 就是 提到很多他 之前 做的事情 那你們知道 為什麼他要推薦我這本書 因為齁 大家知道歐巴馬是美國的總統 可是呢 他在當美國總統 或當這些參議院 參議院 眾議院之前 歐巴馬做的是社區工作 他在19國後來就去看了這本書 他1983年的時候 開始從事社區工作去 挖掘社區裡面 需要去改變的事情 也就是從青年返鄉的時候 開始去從事公共的參與 然後看到了美國社會社區當中 一些很根本的基層的問題 然後這些基層問題 他在又如何去延伸 很擴大成說 他去思考說 整個國家面臨的一些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所以我覺得說 呃 其實我們如果青年返鄉是一個 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公共參與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不管你的公共參與是在社會面的 經濟面的 那我覺得不管哪一個層次 那都很需要大家共同來投入 這就是毫無疑問的 那希望說 大家也許今天談完這一場 也許還有其他的想法 那回去慢慢的思考這件事 那最後最後我要打個廣告 那個我們後天 今天3月22號禮拜天 在想想人文空間 大家知道想想 呃 台中市民權路78號 隔壁這條路 呃 我們早上9點半呢 到下午5點半 有一場公民憲政會議 草根論壇主持人培訓 也就是大家對於說 想要成為一個 草根論壇 草根論壇有點像我今天站在這裡 這個角色 但是主持人有興趣 你想要成為主持人 有一個主持人 培訓一整天的齁 所以比較辛苦 但是他非常的值得你來 花一點時間 免費的 那你可以上到 呃 哲午的臉書頁面 上面我們會把它置頂齁 然後到明天報名截止這樣子 所以到今天明天 你都還可以報名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參與這個齁 目前報名還有一點點的可以讓 還有一點敏感這樣子 那講師很 真的很豪華的陣容 有李仲平 呂家華 神毅一節 然後陳俊宏 陳俊宏 陳俊宏教授 東方大學的政治系教授 那他們會來做這個主持人的培訓 的這個講師 所以歡迎大家如果有空來報名 然後下個禮拜五 我們一樣在這個地方有哲午 但是下禮拜五我們主題還沒出來 我們一樣上我們哲午的臉書頁面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下個禮拜五要談的主題 那我們是今天活動先進行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一些問題 私底下有什麼問題 還是可以跟那個文明導演做一些討論這樣子 那我們先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